這個這個 你不懂 我不懂 是棋仔 賣相 哈哈哈哈 喂 等等 哈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介紹另一個 是不是叫開箱遊戲 其實是懷舊開箱遊戲 已經去了懷舊系列了 是 80 年代那些 我們介紹這個遊戲 其實是小時候真的經常玩的 每逢大事大節都很開心的玩 就是什麼呢 戴電視 那麼玩法都循例講一下 其實很簡單 我們還有一位同事 在後面會拿一些題目 那只是我們看到 那有三位人就要猜 那就是透過什麼來猜 就是我們不可以說那個字的 我們要做動作 或者形容那個字 不要做動作 我們形容那個字就算了 不要做動作 我們都不可以用英文翻譯那個字的 是的 那就看一下我們猜中多少題 好嗎 OK 好 熱身先 有時候我們要同字 嘩 英文來的 英文 連登 其實有好東西就說要 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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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在另外 不是 我要追Post 我要知道之後的動態是怎樣 手機在另外 兩個英文字沒有的 兩個英文字而已 那就是 可能不知道 你要在那裏打這兩個字 然後你才可以 透明嗎 是 但是它是英文的 MM 好 好 是 蛇安琪 蛇安琪 蜜俊龍要投訴三個字 食物有餘 三個字 三個字 是一棟 一棟 福島和冰島 欸 欸 不是 不是 哈哈哈哈 不是 那首歌 那首歌 什麼什麼湯啊 有什麼湯啊 你去西餐廳有什麼湯 X X 死了 差一點 這裡有個 X 我走進去 佐生門 哈哈 喂 哇 怎樣了 這個 哇 通常最近很流行很潮的 凡是在一些某個電視台的Post 下面 就有人說 什麼什麼 這個是什麼什麼來的 是 第一個字 如果我結婚我要戴什麼 戒指 第一個字 對 然後第二個字是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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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字 常常如果你的女朋友出軌 那些人都會留意 沒有 不是 那句 沒事 沒事的 沒事 沒事的 你說這個 你不懂 我不懂 我不懂 哈哈哈哈 喂 等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 未到KOL 沒有 我不想說 那個 那個 為什麼很流行的 就是你未去KOL 但是又 最後那個字是男生才有女生沒有的 男 是怎樣的 我不懂 不是 男生才有女生沒有 幾個字 兩個字 英文來的 第二個字是 呃 就是男生有女生沒有的 那個英文字沒有 J 是啊 DJ 哈哈哈哈 MJ 哈哈 我覺得不懂 這是什麼 介紹 明愛的服務 有YouService 接著還有 什麼Service L FMJ YES MJ 是 是 現在很HIT 有個協會 有個協會 喝水 建治喝水協會 是啊 是啊 你不是說了一個協會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唱過的 小姨 我們在 剛剛 她過去了 情人節 上年情人節 我們拍過的 哈哈哈哈 你們 你們唱 拍過小姨 你啊 唱歌的 你看了什麼 片 好害怕 你 那首歌呢 我完全 李克勤的 紅一 紅一 改了 明文就算 珍貝 是啊 但是改了 我的 那是情人節Version 的第一句 是情人節的日子 頭四個字 五個字 頭五個字 嘟嘟嘟嘟 可不可以飛 是啊 情人節是幾 幾幾幾幾 二十四 的腳會 還是二十四 D會流離 是啊 二十四 二十四 一陪流離 二十四 曲 二十四 曲 二十四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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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永遠 佩戀你 好 常常去的 明明常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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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上 明明常去的 我這陣子不夠洗 就問Mimi Mimi Sabi B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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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排名 男排女章 那套排名 浴缸 哈哈 他準備讀出來 哈哈哈 聽不到 聽不到 四個字 呃 呃 呃 好像是一個作家 是嗎 是嗎 好像是呀 作家 第一個字是 如果你買一X魚蛋 一串 穿上春色 哈哈 哈哈 啊 我好喜歡去的 我好喜歡去的地方 天天夜夜都去的 尖沙咀也有的 銅鑼灣也有的 再一次 再一次 要唱 要唱 唱 噔噔噔噔噔劍 噔噔噔劍 哈哈哈哈哈 噔噔 我這個 哎呀 呵呵呵呵 我差點說出來 是啊 好多誤 說 今次 啦 比如說 Mimi 打牌赶了很多錢 我們就會說 今次 噔噔 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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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 這樣 英文 英文來的 是嗎? 地 甘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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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畫家來的 第二個字是 高 是第一個字 高 高 我們運動多久? 我們好像用了差不多7分鐘 7分鐘才做完 但是我想說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抑制遊戲 之餘是幫我們做運動 因為我整身都出來了 很熱 是做了一些運動的 所以這個是十分推薦大家 我們之後會有第二組挑戰 記得鎖定下集 拜拜 拜拜